大家下午好 今天在我的这个柳亚子的 写给那个邱景的那几所事的赏西里的评论区 有一位观众就提出说建议我也谈一谈讲一讲 这个毛泽东跟柳亚子之间的这个唱和诗 我答应了就打铁趁热吧 就现在也就借着今天星期天有时间就再接再厉 所以说这首诗 这两首诗 要说这两首诗的我们要讲一下这个时代背景 这个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 他原本是从门会的 但是他跟蒋介石是这个不对路 或者说他们是国民党里面当时是分成左派跟右派 好像廖宗凯 宋庆林 柳亚子 他们这一批是属于国民党的左派 蒋介石 陈利夫 他们这是属于国民党的右派 本来就有矛盾 这个后来在抗战期间呢 这些国民党左派的许多成员呢 就倾向于这个与共产党方面合作 所以跟中共合作 这样到了这个内战快结束啊 就1949年的时候 就是说毛泽东就在北京 他们就召开了这个政协会议啊 就邀请了就是包括一些国民党的左派人士 还有各民党党派人士到北京去这个举行这个壁谈啊 就是讨论这个建国事宜啊 当然一般上这种就是新旧朝这个交替的时候啊 就是一朝天子一朝神啊 总有一些人就是要挂惯了去 另外一些人就准备这个这个连约赶割场啊 准备当官去了啊 所以当时这个毛泽东 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呢 是希望啊这个柳亚子等这个国民党元老啊 能够加入新政府 一方面这样也是一种统战的手段啊 也可以对蒋介石等人 以及比方说 虽然是投属于这个蒋介石的阵营 但是其实是同传一梦啊 比方说这个什么 这个桂系就是广西方面的这些军阀好像李宗仁啊 白宗喜啊 或者是山西的阎西山等等 包括甚至张学良 张学良是被这个软禁起来的 就是说 就是国民党当权派也不是铁板一块了 就是说这个是 如果说能够让这些国民党左派 原本就不得是的 左派加入新政府工作 也能起着一定的这种 示范作用啊 能够这个招揽 或者从内部分化 这个蒋介石是他们那一派的 所以后来到了六十年代 李宗仁不是回国了吗 所以 在这样的背景下 这个 柳亚子 他肯定内心也挺彷徨也挺保存的 所以后来呢 他就在这个建国前夕 就是说1949年的 新中国建国前夕 当时 呃 内战还没有完全打完 就是解放军的部队还在 还在渡过长江 还在这个 呃 就是说 追击残敌啊 但是整个形势来看 这个 国民党是败局一定的 所以 当时这个 呃 柳亚子就写了一首契律 这个契律叫 《赶世成毛主席》 他是写给毛泽东的 我先念一下哈 他是 开天辟地 君征见 说向一流我大南 多喜 谈今非五路 无策谈下愿逢欢 偷路找毁平生见 干得很凌忘 一村丹 按得南镇 持节报 分湖 便是 子灵滩 他这首诗啊 写的挺毁色的 用了好几个典故 首先第一句是 比较 这个明显了 就开天辟地 君征见 开天辟地就是说 建国了嘛 就是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新的政权的 这一句是用来 赞扬毛泽东的 然后 说了对方 然后就讲自己了 说向一流我大南 这说向一流啊 是两个典故 说向呢 是指这个 这唐代的 这唐代的 杨敬之 他非常器重 一个叫相诗的 这相就是相路的相 相语的相啊 诗就是诗文的诗 就是他到处都 碰到人就推荐 这个相诗替他说好话 啊 就说这个人 是如何如何的 有才干啊 啊 应该获得重用等等 等等 所以后来这个成语就 改成为人说相啊 就是听人说好话啊 一流呢 一流呢 一流就是在这个三国的时候 这个魏国人 有个叫王燦的哈 他青年的时候 就曾经在这个荆州依附刘表 啊 后来是 这个刘表是荆州幕嘛 后来就有人就 用这个典故来形容 就是说啊 那些要投靠有权势的人 嗯 就叫一流 所以前面的说相啊 是听人说好话 后面的一流 就是准备投靠这个 这个有权势的人 所以他这边的意思是说什么 我们可以这样想啊 呃 当时国民党里面肯定是有好多人 啊 这些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坚决的跟着蒋介石的 的路线走着 但是 但是 又 又 不是这个 呃 像 柳鸭子等的这种 国民党的左派 是跟中共非常要好的 肯定 肯定有一帮人是说 齐强派吧 啊 啊 啊 我们看到这个国民党大肆语趣啊 很可能也脱过种种关系啊 啊 来这个 走这个柳鸭子的 后门啊 希望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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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 这个人情 上又过不去啊 所以他反正 这句就是 呃 用来表达他的这种心态 好 接下来 这个 媒愧谈经 非五路啊 啊 吴浹谈 侠这个 愿逢欢 这边又是用了几个点过 这堕经 这个堕习谈经 这个就是说这个在 汉朝的时候 就是东汉的时候 这个朝廷有一种制度 我们知道东汉是这种经学的年代 有所谓武经博士等等 然后他们当时是通常就是 有一个这个 非常流行这种就是讲经 就是说有学问的这种 对经学有研究的 他们就上台去这种讲经 而听众中 如果谁认为他的观点不对 就可以跟他辩论 如果把他 如果把他辩倒了 这个得胜者就可以上去 那个主席台上 把那个就是说主讲的赶下台 他自己就作为主讲 然后来这个向这个台下的听众 发表他自己的观点 这种学术上的非常活泼 而且也是自由的一种形式 因为一般人要具备这种条件的都是非常很有学问 学富古居 而且口才又要好 有些人他是有学问但是口才不好 这种就是说他既要人言善变 他又真的是富有私处 而这个五路呢 五路也是东汉时的西汉时的一个大臣 他是他信 他父姓五路 五路就是五头路 五路 名字叫冲中 五路冲中 冲就是冲公的冲 中是祖宗的中 这位人雄啊 他也是非常这个赛尼这种辩论 然后但是他却是通过于这种辩论的方式呢 去这种结交钱贵 然后后来还成为了这个汉原帝的宠臣 甚至是宁臣啊 然后这句 这句诗的意思就是说 刘鸭子啊 他自己是说 他有这种夺习弹心的这种才能才华 但是他不屑于成为投靠权贵的 这个像这个五路冲中这样的人 然后吴测弹下这个院逢欢 这个逢欢啊 就是战国齐国的这个孟长军的一个门客 他有这个典故啊 就是这个逢欢经常就是说 在这个孟长军的这个府前 这个说啊 他是没有鱼翅 食无鱼 这个出无车 又没有马车或者驴车 就是说用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说 他虽然是这个孟长军的门客 有三千门客之一 但是他是最不受待见的那一个 既没有弗拉利给他开 又没有这个 这种 这种 大鱼大肉给他吃 所以呢 他就经常在这个 门前弹甲儿歌啊 那个是古代的一种乐器 我们用现在来说 就是比方刚拿着一把吉他 就在这个门前 像个流浪汉那样的 这样的弹唱 所以当时孟长军 也没有把他赶走了 因为赶走也不好 所以后来呢 就 终于有一次 就是说 孟长军就问他 你能替我办什么事吗 这个 逢欢就 就是到了这个 孟长军的这个 封地啊 因为过去是有 这些诸侯他们是有自己的地盘的嘛 就到他的这个封地去 就把这个孟长军 他们就是租给这些 电农啊 或者是说 当地的替他 替他跟田那些电农 这些 这种 田气啊 诸如此类的 就全部跟他烧掉 孟长军当然是 这一肚子火啊 这个就 后来 但是他为了显示 他的拥有大度 他也没把这个 冯欢给赶走 而是 问他为什么这么做 这冯欢就说 你老板你什么都有啊 钱也有 女人也有啊 各种各样都有 但你现在差的就是人意啊 所以我是替你去买人意 去说买人心啊 换句话说 然后来呢 真的是 有一次 人也不是到处都顺顺利利 顺风顺水的嘛 这 有一次 这个孟长军倒了大煤 被罢关以后呢 只好灰溜溜的回到他的老家 哎 这个时候他发现回到老家 老百姓当地的这些 他的这些 当地的群众是夹到欢迎啊 这个时候 孟长军还终于知道 这个冯欢 当时给他的 当时替他烧了这些 这种怎么讲 就是地气房气之类的 确实有先见之明 这个 这边 从某个角度来讲 就是说 柳儿子这句话来讲 就是 前面他说他很有才华 现在 但是呢 他并不是那种 就是 投靠权势 一富富贵的这些人 后面这个呢 就是说 估计也就是说 他虽然 差不多也就像缝欢那样啊 也没有车 这个 但是 这个 也只能在那边弹吉他了 就是 总之 没有获得重用 这个也是有点印象 然后 然后投入 找毁 平身见 这个 肝胆 凝枉 一寸 丹 这个就是说 就是说 怎么讲呢 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说 关于他这一生的这种 因为种种的这种人生际遇啊 进入这种 心里这种 比较这个 平贱 因为贱是对相对为贵的 而言嘛 所以就是说 他这个头颅啊 头颅 对于这点 就早就有点这个后悔了 这个肝胆凝枉 一寸丹 这边就反过来写 就是说 所谓中肝义义胆 就是说他 一辈子这种 就是说 怎么讲呢 秉持着这种 这种 伟能促世的这种 中义的原则 结果 却落得个半身 飘零 什么都不是 所以还不如 还不如把这种什么 一片担心 召喊性的这种 原则给抛弃掉 他这句话是反写了 总 总的来讲 就是说 虽然啊 我们经常有 我们经常都有这样的情况嘛 好像说 碰到一些不如意的时候 我们早知道啊 怎样怎样 但是其实 虽然我们早知道 我就不那么做了 早知道 我不能去做那种傻子 早知道 我就不要像雷锋 这样就到处帮助人 不然的话 你看我身份 都那么好啊 但是我们这种 基本上是发正牢骚的话 不是说我们真的要去 那样做了 接下来是安德南征持捷报 这边南征是指 当时的解放军 这个过了长江之后 继续往南打 因为当时在南部 还有国民党 还有一些就是说 就是残敌人 残留势力 还在这个长江以南 这个还没有完全被被击溃了 比方说这个白虫洗 还有一些部队 海南岛那边血月 还有一些部队等等啊 所以就是说 安德南征持捷报 就是说 就是说 等到这个 你们胜利了 他就是针对这个毛泽东说 如果说你们胜利的时候啊 就建国之后 分壶便是指灵潭 这分壶是什么 这分壶 这个就是 也可以说 说是 也写成那个分 就是分酒那个分 这三点水一个分 也可以说是 这个也可以写成分壶 这个就是 牛要走到老家 他老家在这个分壶 指灵潭呢 指灵潭是以这个 东汉石的 这个一个古迹啊 这个指灵就是 盐指灵啊 他是 他是这个当时 汉高武 汉光武 刘秀 登基之后 听说这个 盐光 盐指灵是一个 一个名人啊 就是说 就希望他能来朝廷做这个建议大夫 但是这个盐指灵就 坚决推辞啊 所以就是不救 而他所住的 而他在那边钓鱼的 那个钓鱼台啊 指灵潭那边的钓鱼台就 就就是说被 用来这个古代的文人 经常喜欢用这个来比 比喻这些 隐居的生活啊 所以他这个 分壶便是指灵潭就是啊 说啊 到时 你们如果打赢了 我就跟你们说拜拜了 我回家养老去了 意思就是这样 这个这一首诗后来就是 毛泽东一读之后啊 就觉得 呃 这个 这个 柳鸭子啊 这个是 满腹牢骚啊 他读得出来 他是满腹牢骚 就是 就回了一首诗 叫做 赫 柳鸭子先生 然后这首诗呢 就是 饮茶 越海 未能亡 朔距玉州 叶振黄 三十亿年 还旧过 落化十戒 独华章 啊 这个 牢骚太盛 防长断 风物长衣 泛远凉 莫到 昆明 池水浅 呃 关于 胜过 傅春江 这 这个 这个 也是用了几个 也不能说是典故 而是他们之间的一些过往 这个 饮茶 越海 未能亡 就是过去啊 这个 毛泽东他们曾经在 越海 就是说广东那一带 那边啊 广东那边不是流行 饮茶吗 就是说饮茶 就是说当时在广东那带曾经跟这个柳亚子有过一起喝茶啊 就用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这种喝咖啡的这种情谊吧 这个旧情啊 这个往事啊 我没忘记啊 这就是这个就是跟这个柳亚子这边套交情啊 就是说啊 以前咱们的那个那个场景啊 我还记得了啊 我们一起喝茶的那个那个这个经历啊 我不知道你忘了没有 但是对我来讲啊 明刻在心 接下来说去玉州叶正皇 这边是指什么呢 这玉州是指重庆 当时不是这个抗战的时候 不就是国民党 国民政府的陪都 就在重庆嘛 就当时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举行这个国共谈判 当时毛泽东就应邀而去 到那边又见了这个 这个 柳亚子 这次呢 这个 说去宇宙叶正皇 就当时啊 说去就是说 希望你能写一首诗给我 说去就是说 希望你能 就是说 也是这种文有之间的互相证事啊 这种 这种 怎么讲 比较高雅的活动吧 那个时候叶正皇 秋天的时候 三十一年环旧过落花十节 读花上 我们知道啊 这个 毛泽东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过这个管理员 也就是北京 他曾经在北京待过一段时间 现在到了这个四九年 四八四九年这段时间呢 就是说距离这个 他上一次离开北京是有三十一年了 所以这边就是三十一年环旧过 这个过就是指应该是指这个过 是借用了古代的过字的原意 古代的过就是国中 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在城市里面 就是说 现在 我回到 就是毛泽东啊 就是我现在回到北京啊 三十 离开北京三十年后 我又回来 应该还 当时叫北平吧 就是 回到这里 也就 又碰到的秋天 就是落花十节 这边读华昌 就是又读到了你的这首诗 你看 就是前后 这个 这两句跟 就是说 这个 韩联跟前面的那段是呼应的 前面说在重庆的时候 我们有过这种 互相这个 正式的这种情谊 然后 到了 今天 到了北京 我又有幸读到你的诗 这首诗就是 之前那首正式 就是说 柳亚子写的那首诗嘛 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作品 华昌就是指 这个 柳亚子的 这些 这些好作品 好诗啊 牢骂太盛 防长断 风物长移 放眼亮 他这边就是说 你老人家的牢骚太多了 太多牢骚的话 对身体不好 会干肠顺断的 那 那 那 倒不如换个心情 啊 这个 风物长移 就是说 站在这个 比较 呃 怎么讲 拖一步海阔天宫啊 啊 看看这好 好山好省啊 啊 那到时 你还就能看到 诶 风光还是不错的啊 这个 就是 末道 昆明 池水浅 关于 胜过 富春江 这昆明池是指 哪里呢 就是 昆明湖嘛 就是说 那个 北京的 这个 愚合园里面 不是有这个昆明 昆明湖吗 就是 借此来 呃 说 你不要说 我这个 北京这边的 昆明湖 的水很浅 啊 但是这边 要观赏鱼啊 啊 比富春江 好得多了 就比那个 颜子林的子林滩 就是说 你老家 比你老家 还要好 啊 所以 就是 就是 毛泽东就通过了 这一首 这个 赫斯啊 来这个奉劝 这个 柳亚子 就是说 你还是留下来吧 啊 我们这边 留下来北京 就是说 啊 这个 到了 新政府成立之后 啊 你就 踏踏实实的 啊 这个 迎接 这种新的生活 啊 这个就是 嗯 毛泽东跟 刘亚子之间的 这个 唱和之作 啊 就是 一般上 这个 因为毛泽东的 呃 诗词 是非常的 流行 当然 当然 就是 就是 后来 他因为当了国家 当了这个 中国的这个最高领导人嘛 所以 知道毛泽东的这首 赫诗 或者读过这首赫诗的人很多 啊 因为毛泽东诗词是这个到处都可以买到的 但是柳亚子的这首原诗啊估计就没几个人知道了 所以今天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说呃给大家这个介绍一下这两首诗哈 好 就 讲到这里 非常的谢谢